好今天大家应该都是正常上班上课的 没有放到台风架 但是呢可能有些后续的 这个灾情要来继续来清理 看到呢台风来袭 那南投信义的头95线 东浦温泉区的连外道路 泥流造成了交通中断 原本经过多部的机具抢修 昨天下午是已经恢复了 单线双向通车 没想到到了昨天晚上的6点多 又爆发了一波土石流 大量土石泥水清泻 淹没了整个路面 交通也再度中断 到今天上午都还没有办法来通行 信义乡公所呢就表示 从8月初卡努台风过境之后 只要遇到了大雨就会发生土石流 只能够派驻机具来待命 急摊急轻 抢修赶快来因应 也呼吁民众呢避免外出 远离西边还有土石流的警戒区 来维护自身的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